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根据使用最多的元素 变成那个元素的专精状态 变成冰元素专精的卡尔 会让寒冰术变得更厉害 怎样厉害呢 就是被寒冰术打到的博斯 当博斯被攻击时 博斯会掉出冰元素 看到这边 聪明的你应该知道怎样做了吧 收集冰元素 释放寒冰术 降低博斯护甲 博斯掉出冰元素 收集冰元素 释放寒冰术 降低博斯护甲 博斯掉出冰元素 收集冰元素 释放寒冰术 降低博斯护甲 博斯掉出冰元素 这样博斯护甲变得超低 打博斯伤害一定会很高的啊 怎么过关 只收集冰元素变成冰专精 卡尔进场后只收集冰元素 15秒之后卡尔变成冰专精 若变成其他专精就要中来了 第二 持续释放寒冰术降低博斯护甲 当然若真的冰元素用完 要搭配一些别的元素也OK 但主要是持续收集冰元素 释放寒冰术降低博斯才是最重要的 祝大家都能顺利过关 心情愉悦 最后附上路上巧遇一起玩刀塔三连的鸡牌 其实游戏并不能让人家玩三连 而是游戏背后的那一群人 有摆烂的啊 有白幕的啊 就像柴哥啊 阿伟啊 还有我一样 白幕三人组都可以组成SHE 所以我觉得刀塔并不好玩 好玩的是一群人 然后心连在一起 就算游戏最后不好玩了 你也会因为舍不得背后的那群灵魂人物 而选择继续的再坚持这样的一款游戏 网路的游戏并不在于它的好玩 而是在于背后 刀塔万岁